搬家给店名了 不论因武汉肺炎有开车的这个民众 如果你的车子会载到亲戚或朋友的话 有些清洁方式必须注意 上车第一个碰触的地方 就是车门手把 再来就是安全带 安全带喷上了清洁剂 再用酒精湿纸巾擦拭过一遍 像在售车展示间 一辆车可能会有很多人碰触过 业者现在得花不少时间重点消毒 方向板按键还有这些所有的冷气空调 然后影响的这些按键 很常碰到又难清的地方就是脚踏垫 鞋底板踩进来这边是最难清的 清洗完之后再晒太阳 开车会碰到的地方 包括头顶上的天窗都可能流有病毒 制杯架虽然也会藏无纳垢 但是不太会用手直接碰触 而如果有空间有时间的话 最好能够多做这个动作 开到大太阳底下 再吸收让那个紫外线来 帮我们最用天然的去消毒 开窗通风再两三个小时 病毒大概很难存活 现在防堵疫情扩散 除了自身的清洁也别忘了爱车 可能藏有大量细菌 三连新闻朱伟达何振峰高雄报导 对不起 用 如果 我 没有 余